操生聚焦治疗子宫陷积症是怎么回事 王稳宁复科主任医师 其实子宫陷积病也是子宫内膜意味症的一种 那么子宫内膜意味症它可以意味在公腔以外的地方 比如说卵巢啊子宫直肠物啊 甚至我们的抛肤产斑痕等等地方 这叫子宫以外 如果它的子宫内膜意味在子宫的基层 也就是说在它本身的这个种植 我们称为子宫陷积病 它往往表现为子宫的增大 月经量的增多 或者是痛经 每月来月经的时候进行加重的一个痛经 那么对于子宫陷积病 我们目前保守治疗的方法 第一个有药物治疗 就是我们用这个抑制卵巢的健康时的这个治疗 蔓越勒的治疗 第二个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超生聚焦的治疗 我们用超生聚焦 让它这个意味在子宫基层的这个意味的病造 坏死吸收 也是一种治疗的方法 那么对于就是有生育要求的 或者是有痛经的 它是可以保守治疗的一种方法 当然它保守治疗有很多种方法 包括我们动脉栓塞啊 超生聚焦啊 内膜去除啊等等 这个要根据你的临床表现 因为至于子宫陷积病 有的人表现为月经量增多 有的人是以痛经为主 主要是看你哪一类的病 来选择哪一种治疗方法 超生聚焦是保守治疗的这个 子宫陷积病的一种方法 所谓保守治疗就是我们想保留子宫 也就是你要渴望保留子宫 那么我们在治疗过程中 因为它没有创伤 就是说不像我们开刀手术 它没有创伤 可以重复 但是它有利就有弊 它可以引起发烧啊 不能吸收啊 包括陷积病 如果它有恶变的话 我们是不能发现的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任何一种治疗方法 是要衡量利弊的 专家提示 一 超生聚焦治疗 是子宫陷积症的保守治疗方法之一 二 其原理是通过超生聚焦 使子宫内膜意味病造坏死 从而达到治疗子宫陷积症的目的 三 超生聚焦治疗没有创伤 可以重复 但存在引起发烧 不能吸收的不足 就像是子宫队积症的